乘风破浪手握风筝把手 奋力一跃在空中华丽的转身 这是在苗栗举办的国际风筝冲浪表演赛 由于苗栗位置封口 一年365天当中有多达200天都刮5级以上强风 是适合玩风筝冲浪的环境 因此国际风筝冲浪协会指名竹南为国际比赛场地 按照地理位置来讲的话 这里应该算是全亚洲至少是前三名最好的运动场所 风筝冲浪速度快有一定的危险性 风向一变不是一头栽进水里 就是被吹回岸上滚个好几圈 为了安全顾虑 没有办法让一般民众亲身体验 因此主办单位准备了类似的砂板 让现场民众也可以踩在板上过过干瘾 得利于风大的地理优势 台湾首次举办风筝冲浪赛 不仅让各国好手相互切磋 也让民众认识这项新兴的体验运动 记者黄坤瑞 李文彦 廖克华 苗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